我们就进一步来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加征关税 范围涵盖了半导体电动车 钢铁钢铝制品 还有港口起重机 太阳能电池等等 川普时代所实施的关税 依旧是保留的纳入新的关税项目 从今年起开始课征 来看华世特约 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 来自美国的报道 记者现在就在白宫的美国议员 那个美国总统拜登 刚刚就在美国人当中 批评了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然后宣布对18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关税 当中包括像是电动车 钢铝制品 港口起重机 太阳能电池等等 还有一些医疗产品 将从今年就开始生效 而在半导体方面 将会从25%升高到50% 将会在2025年开始生效 过年 中国政府导致 在中国政府金融 printing 中美国政府 金融化 電動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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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工業 甚至重要的健康工具 像手袋和衣服 中國非常激烈這些產品 強迫中國公司 產生更多 其他國家能夠吸收 然後把太多產品放在市場 和不足夠低價錢 導致其他工廠 全世界的貿易 這次提高關稅 是美國貿易代表署 依照之前拜登總統要求 根據一九七四年 貿易法的三零一條款 調查中國的貿易 做法之後做出的建議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在五月十四號的 白宮記者會上表示 關稅是戰略性的 這樣做不是要遏止中國發展 而是要確保公平競爭 以及捍衛美國工人的權益 拜登說他曾經當面 質問過習近平 如果他以中國對待 美國企業的方式 來對待中國企業 會怎樣 結果習近平說不出話來 中國電動車品牌 比亞利 打算在墨西哥設廠 來規避進口到美國的關稅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信其二表示 拜登政府已經與各界 來討論相關的問題 請大家持續關注 拜登也將保留川普時代的 對中國約三千億美元的關稅 信其二 川普的競選團隊批評 這次加徵關稅是軟弱無用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問題時 回應說 We have put a lot of heart and a lot of effort intellectual effort economic effort and consultation effort into this package They are designed to be strategic and not chaotic They are designed to be effective and not emotional 美國之音埋根記者黃毅 在白宮為華視新聞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明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